巴巴地活着 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 像放一块橙皮 茶叶楼花柿花菊花莫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食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暗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 这人间情绪恒忽如突然飞过的麻雀 而光阴皎洁 我不是以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 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 关于装甲的 告诉你大偶子和白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颗白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我喜欢这黄昏 喜欢空气里暗雅的香气 和若有若无的钟声 从一棵树里发出来的 从一只鸟的翅膀里发出来 我喜欢这蓝色的明亮的忧伤 是从云朵里缓缓落下来的光 我喜欢我自己身体里 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 那些悲喜交替 那些交替的过程里 新生的秘密 甚至 这无望的人生也是我爱着的 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 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 春天消失了 树上还有浓稠的鸟鸣 这样就很好 听不见鸟鸣 却有一个露水风吟的早晨 这样就不坏 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 睡在路上 这样也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但知道你在世上 我就很安心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仿佛我听见 人间有许多悲伤 这样我承担的不是全部 这样就很好 清明到来 我就三十八岁了 日暮相关之感 如针追醒 薄雾从村头飘来 坐在局园里 一些病果 尚在枝头 蒲公英 又一次开出黄色的花 如一年引发的寂寞 能够思念的人 越来越少 我渐渐原谅了 人世的良宝 如果回到过去 我确定 会把爱过的人 再爱一遍 把疼痛过的 再疼一遍 但是 我多么希望 没有病痛的日子 一年 或者一星期 在春天的风里 跳舞 点击脚旋转 他能看见也好 不能看见也罢 我只有一个愿望 生命尽好 余生平安 在春天的列车上 有人为我让座 不是因为我摇晃的身体 那桃花不是我的 那影子不是我的 那柱头不是我的 那忧伤 那蓝色的时光 时光里的巷子 巷子里的裙子 裙子里的莲花 莲花里的水声 水声里的盼望 不是我的 咖啡做钱的那一个 不是我 约上柳梢头的时候 那个人 不是我 相濡以沐的一个 不是我 唱歌的 不是我 流泪的那一个 是我 把爱和生命 一起给出的 是我 唱歌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可以活很久,甚至可以活出喜悦。黄昏在拉长,我喜欢这温柔的时辰,喜欢一群麻雀无端落在屋脊上,又旋转着飞开,小小的翅膀煽动淡黄的光线。 如同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久远的事物的战利。 听过了那么多灰心丧气的日子,麻雀还在飞,我还在搬弄旧书,玫瑰还有雷。 一朵云如一辆油车,好消息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仿佛低下头,看了看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